上海突然封城 今早看到的 是不是 特杂式封城 之前说不封的 最多人害怕就是这个 是不是有些新闻 有个教师说参选 我这也说参选 为什么没有了夏文呢 帮一帮忙 上海什么封城呢 当国没有封城这个字眼 命名为分批封控 分批封控 动态清零 那我们算了 不要只笑他 我们欣赏这些新文化 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永远不错得的新文化 改个字眼就回他的新文化 那就不是封城 分批封控 先复葡东 后风葡西 后风葡西南 那风期间所有人足不出户 人缘和车辆 只进不出 你可以假设 突然间 九龙东西 新界东西 香港全港岛 分段封城 是 就停了地铁不进去 诸如此类 那就不要上班 那就 中共总组记 17日表示 坚持动态清零 尽快揭制疫情 扩散万元 这个草包 做医生 死不死 香港人 他要坚持 上海一直 等到最后 上海想跟随西方 毕竟上海 是多差 是吗 十里洋畅 乃是最早洋化的地方 西方那套好 但是差一样 你没有人的针药 没有人的那些 莫沙冬 又没有辉瑞 那些特效药 那你 你又没有 又没有復必泰 不可以有些有效的针 是对的 他不要西方针药 就是要靠动态清零 那也有好处 因为尸上死少些人 为什么我们不动态清零 那麽不可以 死五千多人 上海不希望人家都是这样 所以 是很麻烦 那些人就哭哭 那些人 你看深圳的经验 他一封就要 失离 一个礼拜 那 真是 倒过真是禁止了 但是跟着又开放 那又怎样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总之他们是在做这样 现在就特意 尋求避免伤害的封城 我想封一个礼拜 那是全面动态的 廿气分区封运 封城期间 那些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 如果封了封了上水或者粉岭或者大埔 然后整个区 我们说不开的那些 那些路 那可能他说不开的 拉条纸 然后就交纸 这个区里面就是不要坐 在里面 买东西了 那香港也行 其实 因为你看到香港 其实你封了上水或者粉岭 在我或者大埔 就是我们这些新界人 这个区里面有什么 没有 没有的 连运动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 日常生活 所以一封了它 停了地铁 可以高速的减低这个传播 其实不行的 这样就先不要管它 于是地铁 出租车 网约车运 网约车运 都没有 工作的人员就 拿个证就可以了 什么都可以了 除了涉及市民 我都不应该我 我继续做影片给大家 继续资讯不断 可以了 上海一直自视为标准的防疫 无犯生 最后一直都避免全面封城 一直说不会 最可怕就是这件事 然后突然会 明天就不要出街了 刚刚呢 早几天才说 防疫小组领导 上海市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这个副院长 伍范 26日上海不能够封城 因为上海不仅仅是上海人民的上海 香港不仅是香港人民的香港 上海这个城市还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承担 发展的重要功能 就是香港这个城市还在全国经济社会承担重要功能 要全球经济带来影响 是 所以如果香港停下来 我们就 就不停下来 这个就是法广 法广也有一段新闻 我读了 读了 不好意思 骗了这样的 这样 我们不要当看电影那样看 大佬这样的 又言而无讯 说了不封就封 你看看我们那些 那些特区官员现在不是一样是这样 是吗 又不中人权 又不中人事人权 说了不算数 说了不会逼针 但是逼你 变相就逼 说了不算数 说了不算数 插婆也是 三年 天天都不同 当然她很语言艺术 她有些语言 所以我也在她这些说话 子女行奸 即是猜到真相是怎样 现在猜不到 就是因为她 不过这样 我香港我又不会 因为现在要搞这件事 你最少都在未来一个月 甚至五月 五月中前 要有这些事情 但是这段时间就是插婆 一生人情绪最低落的时间 便有心机做这些那么伟大的事 那么需要 当机立断 要做这些封城的行动 对不对 所以呢 虽然有很多忠诚废物 学大陆啦 学大陆啦 学到大陆 她就骂鬼了 最废就是这些 帮手也不会 就是忠诚废物 但是呢 拆鞋啊 什么都说大陆好 大陆正大陆妙啊 中央的省啊 他又会啊 他说了这些东西啊 那你 那结果又怎样呢 那班AO又不肯相信他们 不肯坐他们 他又说不到事啊 接着就是死人啊 自己家里也死人啊 阿芬姐 是不是 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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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管省楸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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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你想想 不是说什么 不是说 就是呢 你们是 共业啊 有一些没得也说的 就是说 说 说一样做不做 你们没有监察到它嘛 或者你没有发足够的力量 我发挥足够的力量嘛 你说哪有可能啊 中央不支持啊 我不信啊 我想我都发挥了力量啊 正确的讯息 正确的分析 一定信的 问题是你们全都没有分析 你们这些废物 只是想一些做不到的东西 让你封城 你怎么封啊 你也研究一下 上海这么封 香港可以不可以 研究清楚 整个方案出来 是不是 不能够见过来封了几个人 我们就封了 我们就封了 现在香港的经济情况封不封得到呢 我认为封得到 不过他敢不敢呢 他不想啊 诸如此类 你想他做了 你就研究清楚 是不是 万年下来 万年下来就清楚告诉你 不是了 还有些人说是 又要跟国内封通关 首要又没有 我们的常识就是跟世界通关才是首要 重要的事 对香港 那你们这些忠诚废物 我不是否定你的说法 那你怎么解释的 你要多些说话 清楚点 不是说我想这样就这样 社会的分乱就不是我们这些臭口的人 什么都反对 我不是什么都反对 是吧 很公道啊 如果你做到国内封城 而能够减少死亡 我同意 死五千多人 没理由是一件开心的事 还有 我都高危 我又不想打针 国内又不用打针 高危 怎样啊 封城咯 可能在国内生活我更安全一些 不要常说我逃去英国 英国更高贫 可能逃回去 家乡的 回回大湾区 封城搬得这么紧 发病率死亡率全部都很低 这些要承认我 这些是客观事实来的 是吧 那你拿这些客观事实跟我说嘛 你不是只说 我们小市民一般发泄就说而已 是吧 那你现在这些中城派就叫林郑 学上海 学上海 突然间就说封城 看看行不行 好 这样 虽然我的题目就是应不应该效法 打个question mark给大家 我的结论就是我估计 刚好如果插婆有可能连任 可能她是强证例子 整瓦金 你看看 现在她应该没有这个气魄 而公务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也做不到这些这么伟大的事 也没有经验 甚至是荒仓医院开不开呢 我也乐观地估计 是轻轻开 监人去住 做一下样子 看看你很不幸被监人去住 享受一下这个荒仓医院 香港就只是做这样的事情 这些是烦 烦狗气 但是一样爆炸一样死人 这个是没得说的 有时候是说共业 谁叫我们革命失败吗 2019年 如果成功了 已经是有民选的特首 我不用吵他 他也会做得好些 现在就是烦狗气 每天想着北京想怎样 习大想怎样 我讨好就可以了 做得到官了 实时不做 深层子就在这里了 连老共也不明白 整个这种东西 总是觉得烦狗气 香港政府背后又不敢公开烦狗气 免得破坏团结 但是你想想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了民主派 主要原因 为什么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被人都赶走了 所以这个社会就变成了单一 你们现在参观一下这些 你们扶职的政权 港共那些官 我又不是怪他们 怪他们都没用 而我是客观地觉得这是自然的 当然是这样 如果让我做官 我做过官的 找两餐而已 你没有良心 找两餐讲什么良心 总之不用我负责就可以了 责任不在我就可以了 好 今天说完